皇上并未传照 还请兰贵人在殿外稍等 什么意思啊 下指让人过来 来了又不让进 让人在外头等 无妨 进殿后小心回话 兰忘机低声说交代 既然整件事情是个阴谋 那便是人为因素居多 他也不用多想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温宁进殿之后 看了看殿内的排场 就知道是场鸿门宴了 奴才温宁参见皇上 太后 平身 魏无羡准了温宁起身 温宁看了一眼旁边 跪着的王灵娇与苏水 不确定这两个嫔妃还在跪着 她真的可以起身吗 直到魏无羡透过喝茶的动作 用力看了温宁一眼 她才敢真的平身 温宁起身之后 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王灵娇跟苏水互看了一眼 不禁疑惑起来 为何整个店内 只有他们两个人是跪着的 连温宁这个奴才都能站着 王灵娇认为 皇上肯定是忘记了 但是她现在可不敢贸然起身 显得突兀 她假意地扭了扭腰 手在膝盖上揉了两下 一双眼睛在皇上与太后身上来回 只要他们其中一人看到 肯定会发现 他们还没平身呢 魏无羡当然有瞧见 技术性地咳了一声 眼神一转 掠过了王灵娇响起身的暗示 咳 温宁 朕问你 竟是禁足期间 可有人流宿在蓝贵人的寝殿 啊 这问题可把温宁给问懂了 这个人不就是皇上自己吗 这么问她 是让她怎么回答 魏无羡看出温宁的疑惑 随即又开了口 你可别说假话应付 必须实话实说 说完看着温宁点了头 是温宁在心里稍微斟酌了一会儿才开口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 竟是在禁足期间 确实留人诉了一宿 那小段的停顿停得是恰到好处 让所有人都认为 那是温宁在为说出实情而做的心理准备 一抹看好戏的笑隐墨在魏无羡的嘴角 幸好温宁明白她的暗示 连自个儿店内的公公都这么说了 足见这传闻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这下该如何是好 王灵娇一心只想着尽快把蓝忘机的罪做时 压根没发觉她阴阴期盼的帝王之怒迟迟没有发出来 魏无羡般正脸色 温宁 你可回答仔细了 蓝贵人一共留人诉了几宿 回皇上 确实是一宿 看魏无羡还在奇怪的问题上琢磨 王灵娇识怪的问题上琢磨王灵娇在世急得不行 这个 皇上 几宿似乎不是重点吧 这留宿他人就已经是最无可恕了 一宿两宿的有何差别 大胆 魏无羡突然怒斥一声 朕做事还需要你来指手画脚了 王灵娇没想到这帝王之怒居然是发在了他的身上 赶紧地把头给磕在地上 皇 皇上恕罪 贫妾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没这个意思 便是怀疑朕的处事方式了 皇上息怒 是 是贫妾愚昧 不知一宿与两宿究竟有何不同 王灵娇下的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自然是不同 魏无羡那抹隐藏住的孝线下终于显现出来 传指 楚秀公王常在苏大影 于后宫胡乱造谣 重伤妃嫔 即刻起将魏愤一揭 进足于楚秀公 魏德镇的旨意 不得进出楚秀公半步 另外 除了楚秀公的工人 其余人等 不得与他二人接触 苏水一听 跟着也把额头磕在地上 皇上冤枉啊 贫妾做错何事了 为何要罚贫妾禁足 皇上明见 为何犯公归的兰贵人未罚 却罚了贫妾与苏大影 此时的王灌娇是又急又起 虽然他知道魏无羡本就偏爱兰望姬 但是这件事已经说明了兰望姬德性有失 德不配位 他揭发此事无功便罢 怎么还受罚了 他不服 后宫不得干预朝政 你二人私下在后宫接见朝臣 还以为没人知道吗 不过小小的禁足 朕还发青了 魏无羡突然提起了另一件事 打得王灵娇与苏水 一个措手不及 苏水是吓得说不出话 而王灵娇 则是惊慌地瞪大了双眼 他原以为这事情能瞒天过海 无人发现 没想到魏无羡居然这么清楚 贫妾 贫妾并非是接见朝臣 不过是贫妾的母家有要事 才让来上朝的族人顺道转达一 二贫妾没有要干预朝政的意思 王灵娇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辩解了 在后宫接见朝臣 魏无羡把话说得十分直白 这下怕是连见了谁他都一清二楚 后宫早已定定省鸾的日子 你二人逾越规定 私自会见母家的人 莫非是使公归于无物 藏色也顺道补了一枪 这贫妾之罪 往后必定严守公归 不再犯错 请皇上太后恕罪 但是蓝贵人之事 并非是贫妾胡乱造谣 温宁方才也已经道出了事实 王灵娇心之禁足已成定局 那他必须把蓝忘姬也拉下水 藏色惋惜地摇摇头 你还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往蓝贵人身上泼脏水 你为何不想想 皇上明知蓝贵人留人塑在了寝殿 那为何不发怒 这确实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为何皇上明知蓝责人得信 有失却不惩罚 反而说他们胡乱造谣 除非 王灵娇忽然震惊地看着魏无羡 莫非当日留宿在静世的人 是皇上 苏水已经没了头绪及想法 几乎是喃喃自语地说 所以才会问 留了几宿 他们俩原本胸有贤足地 要来拉蓝忘姬下水 却没想到 事情的发展 会是这么一个让人措手不及 但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二人心胸如此狭窄 尚未证实之事 也敢抱到朕的面前 分明就是想献蓝贵人于不义 若人人都如你们这般 那朕的后宫还不整日都乌烟瘴气 魏无羡完全不掩饰自己心里对他们两人的厌恶 尤其是死到临头 还要拉蓝忘姬来当垫背 更是让他无法忍受 聂怀桑 魏无羡是一刻都不想再看到他们俩 把人带下去 传阵旨意 幽禁在楚秀宫 直到醒亲之日 醒亲 聂怀桑有些疑惑 禀皇上 醒亲之日 距今已不足半月 聂怀桑还以为他们俩 要被关到天荒地老了 怎么只关不到半月就放出来 这不符合魏无羡的风格呀 醒亲那日 让他们的母家的人来领他们回去 此生不得再入宫半步 不止王灵娇与苏水 连温宁 聂怀桑都傻了 还以为是没这么起 所以只罚了半个月的禁足 没想到魏无羡是气疯了 干脆把人给赶出宫去 奴才遵旨 聂怀桑先找回自己的脑子 赶紧地处理皇上安排的差事 王灵娇与苏水 这时才惊觉自己面临了什么 皇上恩罪 皇上恕罪呀 直到太监们把人拉出慈宁宫之后 殿内才恢复往日的安静 耳根子清静了 脑子也能正常运转 藏色看魏无羡如此的快刀斩乱麻 心里不免担忧 他们背后分别是力不及公布 你做得如此决绝 可是想好了 容访主持人 能保持人 内才姿